我们在人间生死沉沦当中 我们当了一辈子的演员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想,一会儿想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今天好了,明天不好 今天好的时候你开心 有的人有忧郁症,明天就紧张了 有的人在单位一生 哎呀,给他生那个处长了 马上紧张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老头子啊 你现在生处长了,恭喜啊 哎,我看看你真的不懂啊 我是一生处长啊 有五个人要激怒我 我说不定对他们过两天又讲下来吧 想想看 一个人开心的开心不出来 因为正缅缘在舞台上呢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那么等到有一天 我们才真正的知道 我们才真正的相信 人生啊,是空啊 什么都得不到 却累苦了自己一辈子 我们最大的就是累了 大家想一想 做义工一点不累 跟台长握手 轻轻直握 你看,刚刚台长上来的时候 把我小子又弄了个纸血套 留个纪念 我要把他带回澳洲去 要好好地爱抬太长 握手呢 轻轻地握 我一下子就放掉 他说,什么都放 你知道师父心里怎么想的啊 师父我也不开心的啊 你知道师父很开心啊 他拉着我之后 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心里想什么 我跟你回家 你想想看 同样一个事情 你这样看是这样好 那样开始那样好 哪有自己想到同个事情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相信 甚至我们最爱的人 也不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那么所以这就印证了佛说了一句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套有阿 有为法 就是说在人间 如下成为法人 那么在人间 所有的一切 那么成为法部啊 就是我们的人啊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很多生日常常 他们叫法人 因为在无形当中 特别人说是用法人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 在人间所有的一切 有为法 就是以所有的一切 在法界所有的一切 那都是梦幻套影啊 也就是说 像梦一样的 醒过来没有了 像一个影子一样 刚刚有过一会儿 它就没有了 想一想 就跟我们做人一样 我们今天开心了 明天不开心了 后天又开心了 大后天又不开心 哪有完啊 哪有为 这个有为法里面 哪有完 没完没了啊 所以 有些人在最痛苦的时候 台湾就跟他讲 你看见过天上吗 台湾我看见过 你想一想啊 天上 你有时在走路的时候 太阳晒着你 你觉得太热了 对啊 好 那么你看到云没有啊 看到 如果这个云 遮住了太阳的时候 你会认为太阳没有吗 太阳永远是存在的 心中的乌云 就是你的 烦恼 就是你的障碍 等烦恼和障碍 过去的时候 你的心里还是像太阳一样 光芒 万丈 我们 我们 不应该 注色 成心 不应该 注 生香 味 促 法 生心 因 无所助 而生其心 这些 国法的道理 就是让我们知道 不要被人间的一些美貌啊 钱财啊 这个好啊 那个好啊 嗯 这个味道闻得很香 嗯 这个事情怎么样 就是不要被人间所有的 生香味处法所迷惑 因为这是暂时的 是一个简单的意思 你们身上 刚刚洗完澡的时候 很干净嘛 命很干净 过几天 三天 不洗澡 那 以后可就会了 对不对 想一想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不常见的 这就是 我们说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知道 不长久的 我们有什么心 可以寝出来的 知道这个事情 今天有 明天没有的 你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我们不难过 我们学过人 我们不痛苦 因为 不管发生了什么 灾难 麻烦 因为我们有 美好的明天 因为我们有 关心图上的慈悲 我们 不生其心 谢谢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